台中新增3217例本土确诊个案 比起一周前已经下降将近两成 显示台中疫情也逐渐脱离高原期 但新增13例死亡个案 其中还有一位是只有一岁多的幼儿 小女童才一岁四个月大 家用快筛阳性确诊 在家持续高烧41到42度 抽搐紧急送医 呼吸衰竭插管治疗 诊断脑干脑炎 这中间也有使用抗病毒的药物 不幸在7月1号上午往生 根据了解这名一岁四个月大的幼儿 染疫后病程进展非常快速 指挥中心调查 小女童6月28号发高烧 29号抽搐嘴唇发紫 送医照X光显示肺炎 医生怀疑并发脑炎插管急救 但7月1号治疗无效被宣告不治 小小生命就这样奏势 台中市卫生局再次提醒家长 儿童脑炎重症的前驱症状 虽然指标之一是体温高于41度 但因为大部分孩子发烧时 家长会给孩子吃退烧药 医生说送医时机是看孩子的状况 抽筋啊 预知不清楚啊 异常的这种肢体活动就要特别小心了 已经烧到41度了 那就是非常危险 那个我们常常叫做中枢热 表示那个中枢神经已经受到破坏了 这几个月有好几例孩童染疫高烧 家长急开车请远景开道协助就医 医生说孩子染疫后如果病发脑炎 这病程变化真的很快 呼吁家长一定要提高警觉 尽速带小孩就医 TVBS新闻陈红易红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